今天我们要做的塔罗测试的主题是 他今天有想你吗? 他今天有想你吗? 那今天测试的这个主题呢 还是适用于两性关系的 对,因为为了避免能量太复杂 所以说只定位在两性关系的这种关系上 也就是说你要测的对方呢 可以是你喜欢的人,你爱念的人 你的另一半,男朋友,女朋友,劳工或者老婆 好吧 那我这边桌面上还是一样 有放了六个指示物 今天就用手链 小朋友做这种手链来作为 今天选项的一个参照物 那选项的顺序呢 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依次是选项一,选项二,选项三 选项四,选项五,选项六 然后大家就开始来做选择吧 好吧,就是在心里默想问题 默想你要测那个人,然后默念问题 他今天有想我吗 他今天有想我吗 然后再凭第一直觉从六个指示物当中 选择你最有感觉的那一个出来就可以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做选择 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好的话 可以暂停视频继续做选择 如果已经选好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解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情况 今天你要测的这个人 他是没有想你的 或者说主观上他不太想去想你 更多是把注意力放自己身上 但是这张牌在这个位置给我的感觉是 这个人表面上是平静的淡漠的 甚至是冷漠的 就是表象看起来是不想你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藏在他冷淡表象下的 他的内在其实是有些混乱的情绪 有混乱的那种思绪在的 所以表意识上来说 这个人确实没想你 也不想去想你 但是潜意识他还是受你们这个关系的牵扯 而内在还是有情绪在的 所以看起来更像是 他刻意表现得很淡 不去想你 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受你们之间连接的这种影响的 好吧 那这就是第一组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情况 今天的他 你要测这个他是有想你的 你们目前的关系应该蛮和谐的 或者你这个人给到对方的感觉 就是蛮亲切的 所以今天的他想起你 或者想你其实是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动作 如果你们今天是有见到面的话 你们见面的感觉也很好 很自然很和谐 那如果是没办法见到面的 那他也会私下想起你 然后想起你时 嘴角还是上扬的 有点幸福 这个人觉得你像他家人那样亲切 如果你们本就是家人的话 他很欣慰 不是那种带荣情秘义的想 而更多是一种迷茫的想 可能你们之间目前有存在一些问题 让他比较困惑 要何去何从 对这个关系要何去何从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 那他今天也会在这些思绪里打转 关于你呢 他今天是想的挺多的 但是呢 还是想的很乱 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向给到他 告诉他该怎么办 所以他今天是有想你的没错 但是他今天想你更多想的是怎么突破 你们当下的这种困局 那这就是第三组排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组的情况 今天呢他是有想你的 第四组的你们要测对方 他是有想你的 你们是不是很多人目前在乐恋中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人好像很喜欢你 然后想起你呢 他心里是很欣喜 也很甜蜜的 他是把你当恋人 当灵魂伴侣的那种来看待的 如果你们的关系 目前还没有发展到情侣的这种地步的话 只是暧昧状态的话 那他今天也是有想你的 他想起你时 会感受到你们之间浪漫的 有爱的那种美好 把你当另一半看待的那种美好 今天这个人绝对是有想你的 因为想你让他感觉很好 我感觉这一组有很多热恋的 或者最近互动不错的 好吧 所以这一组的话 对方是有想你的 你要测这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组的情况 今天的他看起来是比较没有去想你的 或者说思绪上没有刻意去追逐你 倒不是说这个人对你无感 我觉得他对你还是很有激情 也很有兴趣的 只不过今天可能他在忙什么其他事 然后暂时把他对你的那种热情先寄存起来 等他什么时候忙完了再来想你 或者再来联系你 这样子 还有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你们最近有吵架了 冷战了 或者断年 或者暂时分开了 那他对你还是很有感觉的 只是觉得目前时机不太对 比如他觉得你在气头上 然后他带着他的热情追逐你 也没用 可能会被你泼冷水 所以索性呢 他就先收住这份感觉 先做他的事 那等时机合适了 比如比较可以靠近你了 那么他再放开这份热情 所以呢 就显得今天他没有去想你 没有去刻意想起你 不是因为他对你没有热情的 而是因为他收着热情 等待一个时机 好吧 那这就是第五组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组的情况 今天的他算是有想你的 只不过这种想 比较像是没有目的的 漫无目的的 放空的 或者那种发呆的想 内心也有点混乱吧 整不明白的那种想 对 就是这一组的想你或想起你 不是因为某些具体的事想你 也没有看到 带着什么具体的情绪感受 来想起你 所以我才说 更像是一种放空的想 没有目的的想 比如他今天某一刻 某一刻走神了 然后你这个人的影子 形象 路过他的脑子 闪过他的脑子 然后他就开始游离起来 但是想你的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 没有具体的内容 也没有具体的感受 很放空 并且呢 如果他今天有睡觉的话 可能也会梦到你 但是估计也是梦得 支离破碎的那种吧 就很混乱 醒来也不能记轻的那种 所以呢 有可能今天这个人的个人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 缺眠或者事情多杂 就是能量上会让我感觉说 有一种迷迷糊糊啊 浑文噩噩的感觉 所以呢 他是会想起你啦 只是想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 好吧 那这就是第六 欢迎 fürs 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